欢迎收看每日焦点新闻 美国白宫一名官员表示 为美中关系设定底线的努力并未成功 未来几个月将会决定能不能跟北京 恢复建设性和可预测的外交关系 白宫负责印太事务官员坎佩尔 在出席智库活动时表示 美国刚刚进入跟中国竞争的新阶段 华盛顿已经向北京表明 美方为总统拜登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通话做好准备 他说鉴于美中两军在彼此近距离的活动 美方认为就互信和危机进行沟通 是负责任的做法 冷战期间有相关的机制 现在这样做也是适当的时候 但中方一直不愿意讨论 设立有关沟通渠道和热线 欧民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表示 中国对俄乌战事的立场 将会决定欧中关系的取向 但确保和中国有畅信的沟通渠道 至关重要 和中国脱欧的不可行 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 下星期将会和法国总统 马克龙访华的冯德来恩 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说 承认过去几年和北京的关系 变得更疏远和困难 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全球影响力 欧民对这种关系管理 将会成为欧民经济繁荣和安全的决定性因素 冯德来恩强调 欧民永远不会回避 向北京提出深切关注的问题 但同时不想切断经济 社会 政治 科学方面的联系 在经贸方面 欧民正是寻求在透明 可预测和互惠的基础上 重新平衡双方的关系 英国表示已就加入跨太平洋 企业伙伴关系协定的申请 和协定中的11个始创成员国达成协议 手上新伟成功 本月较早的时候 经过在越南进行的最后一轮会谈 协定中所有成员国都批准英国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将于在今年7月召开部长级官员委员会 待各成员国的议会 完成审批程序之后 英国将会正式加盟 3月30日晚 特朗普确认被起诉 将会成为首位面临刑事指控的美国前总统 斯泰沪如何发展呢 我们一起与巴士的部的评论员Anthony 聊聊 Anthony 你好 大家好 3月30日晚 根据CNN的报导 纽约州曼克顿的大陪审团 在当日投票决定 起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这将会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 有现任或前总统面临刑事起诉 大陪审团正在调查特朗普 在2016年竞选期间 是否有罗润竞选经费支付 验升丹尼尔斯的掩口费 美媒一般普遍认为 特朗普挪用竞选经费 可能是违法 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对竞选经费的用途 和用法 是有明确的规定 每宗违法的行为 可能会面临最多 5年的监禁 和20万美元的罚款 根据CNN的报道讲到 有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特朗普面临三十多宗商业的欺诈 这些指控 特朗普将会面临一个选择 是否主动接受收监 如果特朗普拒捕的话 纽约是需要联系 特朗普所在的 佛罗里达州相关的部门 安排引渡 调查本案的纽约曼克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 就发推文表示 已经与特朗普的律师 建立联系 商量特朗普接受收监的事意 特朗普曾经在3月18日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上预测 他说他自己将于在21日被正式起诉 当时他曾经呼吁自己的支持者 要示威抗议 在起诉的新闻报道之前的几小时 特朗普还在 Truth Social上发文清 他说 公众有80%认为 针对特朗普的调查 是出于政治的原因 民调还显示 在2024年大选 共和党提名的国族中 特朗普的党内支持率达到52% 他的头号对手 佛罗里达州长 德桑蒂斯 是有42% 遭到起诉之后 特朗普就发表了一則 声明 说 这是史无前例的政治迫害 以及 选举干涉 表示民主党为了毁灭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 而不停地发动各种政治 而莫须有的攻击 目前 民主党人大多都是对特朗普 租起诉 表示欢迎 但是亦有部分的民主党人 担心 掩口费 是并非特朗普最严重的过错 担心这个起诉 可能反而会引起民意的反弹 尤其是 如果最终未能定罪 而作出反应的共和党人大多都是这么说 就是说这次的起诉 是史无前例 不可接受的 不过 亦都有 一部分的共和党人 比如国会议员 培根 表示他们是相信法治 和司法的系统 共和党的众议院 的院长麦卡锡 发推文表示 他批评 布拉格 企图干涉美国的 总统选举 对美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 损害 指责他 调查特朗普同时 却是经常释放 一些 暴力的犯罪分子 恐吓公众 表示 美国民众不会接受这种不公正的行为 表示 众议院将会追究布拉格 濫用职权 这样说 除了掩口费 和相关的诉讼 特朗普还面临 针对 特朗普集团 潜在 违法的商业行为 还有 试图 违法 干涉 2020年 大选结果 等的案件 这些都是有潜在 起诉的 谢谢Anthony 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海南出席员 博豪亚洲论坛后 下午反抵本港 他说 此行有四方面的收获 包括认为本港正是走正确的方向 亦同时要确保稳定 安全 和平的环境 他指出 香港要拼发展 拼经济 拼竞争力 而香港面临 而香港面对最大机遇 是来自国家发展 和国家政策 强调要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要实践好十四五规划下 给香港的八大中心定位 要积极主动参与大湾区建设等等 而香港作为国际城市 要紧固实力和竞争力 做好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香港律师会总结五日的访经行程 会长陈习明表示 访经期间和多个单位会面 不若而同收到的信息 都是香港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 必须长期坚持 以及香港要保持本身的独特优势和特色 包括普通法制度 认为对本港的法律界和全体市民来说 都是鼓舞和重要 陈习明说 行程里面获港澳办副主任黄宁佳接见 另外也有和基本法委员会会面 律师会有如实反映香港的情况 包括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实际情况 也有向中央领导反映海内外对国安法的评语 其间也有作建设性的交流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也有向他们解释 国安法的定立过程 历史背景和原因 海滨事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 讨论政府提出修订的保护海港条例的建议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在会上表示 政府亦无打算透过今次修订进行大型填海造地 作房屋 商业和工业发展 强调这是政府公开的承诺 林汉豪说 提出今次的修订主要有两大方向 一方面是希望将大型填海工程 强化规管制度 将过去法庭判词里面提出的考虑因素 写入法例里面 不再由个别的官员决定 填海是否有凌鸽性的公众需要 而是交由最高当局 即是行政官 即是行政长官 会和行政会议的决定 并加入法定公众参与的元素 他表示 另一方面是希望为加强海滨功能的 小型填海工程 插场松绑 令市民可以有更好的享受海滨 每日焦点新闻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